我的老公在温儿儒雅的外表下居然是个杀人犯 结婚十年发现他杀人的秘密 便将他无情地杀害 然而他没死 穿越了十年前和他相遇那天 他去医院探望十日不多的父亲 却遭到冷眼对待 亲生父亲还说道 没必要装神秘孝顺子女 就算死了 葬礼也别来参加 也只有他 才会对这毫无温情可言的对话感到不舍 然而在他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 出门时发现继母打了老公一巴掌 其原因居然是老公为了拖延他看父亲的时间 他立马上前怒斥着继母问他在干什么 继母摆出高傲的神态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真是倒胃口 让他带着这个没爹没妈的东西离开 对于这些无缘无故的贤物 他无能为力 他竟然会为了挽留这种家人 不惜伤害了他最爱的人 看着这个不顾一切这样对我的男人 看着心疼 他明明就只要有他就足够了 这个别墅是他们的第一次的开始 也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他挽着老公的手填情蜜 解释着今天继母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 老公不以为然地说 不是因为你 你没必要道歉的 不管别人说什么 只要在你心里 我是个完美的丈夫就够了 别墅在深山里 就算彻夜狂欢也不会有邻居之道 所以他想过个火辣的周末 他打算发个短信通知一下老公 顺便去打扫一下 无意堵见墙面开了一条风 推开发现有一条长长的楼梯 顺着下去竟然发现有个地下室 黑暗的楼梯他走了许久才找到灯光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摆放整齐的仓库 桌子上摆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打开电脑发现有条视频 里面有个男子被绳子牢牢地绑在椅子上 男子说到他只是听吩咐办事而已 其他什么事情都没做 人是金人哲处理的 等金人哲找到你的时候一定不会放过你 他突然看到男子的纹身觉得很眼熟 还没思考完 只见熊熊大火烧向男子 短短时间火把男子烧死了 他吓得机灵 捂住耳朵瑟发抖 死得也太快了 早知道不用汽油了 这熟悉的声音 他眼睛继续看向视频 这不是他相爱十年得老公吗 女主被最爱自己的老公残忍杀害 重生回到十年前 他会改变一切吗 他在无意的情况下 发现老公残杀男子的视频 静寂的夜晚 他和老公正进行着晚餐 老公邀请下周一起去诸州导玩 他还担心着医院能走得开吗 老公表示已安排好了一切 深情说到哪怕是周末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他冷嘲地回应着老公 是吗 在老公还在想着 是不是今天的饭菜不合他胃口的时候 他冷冷地说道 我去过那个地下室了 你没有什么要和我解释的吗 老公一言不发 这时他觉得一下子呼吸急促 左手紧握着杯子的把手 老公露出凶狠的眼神说道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还问什么 他这辈子都没想到 那个说永远只和他在一起 爱他一辈子的老公会这样子 他气急攻心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看着手上的血 不停地颤抖 老公伸手抚摸上我的脸庞说道 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明明可以幸福地和我过一辈子的 他不可置信看着一脸人畜无害的老公 他猛然在噩梦中惊醒 不停地大口呼吸 仿佛刚刚的梦是真实存在一样 他拿起手机搜索着 当时轰动全程的案件 看到了最后一名被害人 没错 就是这个男人 看到案件的信息 他双手不停地颤抖 此时 男人出现在地下室 手中拿着玫瑰花瓣揉搓 猛然地将花瓣撕碎 凶狠地看着笔记本里出现那男子被害的新闻 他不停不打着老公的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他掩面着哭泣 觉得这一切不会是老公的所作所为 以前往回家都会和他说一声的 他觉得是不是老公出了什么事情 才无法接到电话 还在思考着他闻到一股很难闻的气味 走到落地窗前 发现熊熊烈火在燃烧着他的房子 他捂住嘴巴惊叹道 怎么会 我得赶紧跑出去 他慌张地找着出路 终于打开了一扇门 走出房子的走廊 他不可以思议地说道 火竟然都烧到这里了 这个火势越烧越猛烈 他觉得先报警比较好 这时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从后面捂住了他嘴巴 脖子给一把锋利的刀架住 他拼命挣扎 黑衣人一血封喉 失去束缚的他跪倒在地上 被割喉的他捂住鲜血不停直流的喉咙 无法呼吸的他倒在了熊熊烈火中 不死心地他想确认黑衣人是否是老公 他艰难地抓住黑衣人的裤脚问道 你是谁 黑衣人转过身来看着他 可惜他还没有看到黑衣人的脸庞已经死去 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有意识 伴坐在地上 附近是妈妈所在的墓地 他觉得这一切有点真实 又有点像梦 他起身看着衣服和发型 好像是回到那时候了 脚准被迈出 一阵刺痛让他重心不稳地向前倒去 及时出现的双手抓住了他 风度翩翩的男子问道 你没事吧 他看向男子对 那个时候的你也是这样抓住了我 就在他们初次相遇的那一天 他无情惨遭杀害 重生后的他会改变彼此的命运吗 身上似乎带着他很多不知道的秘密 老公及时地扶住将要摔跤的我 等他看清楚了老公的脸 是真的是穿越到了过去 老公语气温柔且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刚刚摔倒的时候扭到脚腕了 痛不痛 还能走路吗 看着老公对他的关心 让他眼泪不禁地流了出来 老公看着他的泪水 以为他痛得说不出来说道 你伤得不重 可以站起来 不用太担心 扶住在老公的手忍不住地发抖起来 老公一把把他抱起来 并说了声冒犯了 两人四目相对 老公说 我抱你下去 抓好我 他抱着老公思绪万千 还回忆着九年前的种种 老公把他放在低视站的凳子上坐着 表示现在帮他简单地包扎一下 再送去较远的医院 他说 我现在不疼 可以自己打车去医院 老公还是一脸温柔地说 你现在坐着是不会痛的 你要不站起来试试 他看着老公伸出的手 还是下意识地退后 他不敢直视老公的眼睛说着 谢谢你带我下来 我自己去医院就好了 老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说 我还是等你打到车再走吧 这里不是有很多出租车 他听到老公说出来的这一番话 心里想 你一定不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面对你吧 以前我想 如果有下一辈子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现在我却不敢确定了 我深爱的丈夫 南道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还是忍不住问起了老公 你认识一个叫文正焕的男人吗 南道振一脸疑惑地表示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长什么样子 他一再追问起 就是脖子上纹着一条蛇的男人 你没见过吗 南道振一脸单纯地问 他是谁啊 很有名吗 他很认真地看着南道振 回想着视频男子的话 感觉老公和金人哲之间有什么恩怨 他脑袋思绪万千 南道振看着他一直在发呆 伸出手 他下自然地往后躲了一下问道 怎么了 南道振平静地说道 你的背后上有个蜘蛛 我想帮你拿掉它 他回头看了一下 真的有个蜘蛛 吓得他尖叫让老公帮他拿掉 南道振看着他受惊的样子 觉得非常的可爱 不禁地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他看着老公的样子 觉得还是要相信南道振 回到了对于他毫无亲情可言的家 没想到他还会来这里 躺在床上他一脸疲惫地 想着九年前的今天 是妈妈的忌日 也是和南道振初次相遇的日子 回忆着前世的遭遇 越发地觉得种种行为不会是老公 他在床上抽气起来 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他从床上坐起身来 如果现在是九年前的话 是不是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 他说不定就能阻止那桩惨案的发生 南道振在女主妈妈的幕前说道 您的女儿每次见到我都在哭呢 果然遇到我这种人就是他的不幸 重生之后的他成了跟踪狂 为了了解事情真相 决定从相遇南道振开始 未来的事情会改变吗 重生的他再也不想感受死亡恐惧了 他跟踪南道振的一举一动 来到了他上班的地方 目睹有位漂亮女生和南道振表白 女生支支吾吾地开口说 那个就是说 半天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来 南道振疑惑地问 你想说什么 女生鼓起勇气说 道振一声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恋爱的打算 但是 可以试着和我交往一下吗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一场表白 被告白的还是他未来的丈夫 他一脸猝意地看着他们俩 还是个大美女 他经过这几天的跟踪发现 工作上的南道振 和他在视频里看到的 南道振完全不一样 亲切太多了 南道振温柔地拒绝女生 那么做好像对你更势利 抱歉 女生卡兹兰大眼睛立马流出眼泪 小声戳气了起来 南道振轻声细语拍着女生肩膀安慰道 你别哭了 我就当没听过你的告白 躲在草丛的他听到这些对话 手上的一拉罐都被他捏得粉碎 回到房间的他回想着 在草丛的那一幕还是很生气 不要拒绝了人家之后又亲切地安慰他 下一秒自己又安慰自己道 他又不是为了吃醋才跟踪他的 他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短短几天就查清楚了呢 他还在想着事情的线索 现在距离文正患还有六年左右 那就是还有五天 那么今天就是他们相遇的那天 他又开始沮丧起来 就算阻止了他害人有什么用呢 他们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只有他才知道的幻想 对 他既然都选择相信南道振了吗 不能再继续逃避了 那就勇敢面对 他来到了他们见面前 南道振还有个小约会的地方 边走边想着 好像见面对象是瑞源哥哥 心里想到 我是不是来早了 南道振和瑞源在店里挑选着礼物 南道振问道 是不是懒得去福利院才和我一起买礼物的 瑞源被一眼看穿的心思 甘大地说道 那当然不是啊 因为你住得近 才想让你替我转达一下心意的 这礼物是院长过生日挑选的 他们买完单包装好之后 瑞源刚好看到窗外 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 顺走了坐在长椅上女子的包包 瑞源追上去 拍着黑衣男子的肩膀说 你把包留下再走 现在还回去的话我就不报警了 就悄悄的 瑞源地话还没有说完 黑衣男子掏出了一把小刀 砍到了瑞源的手臂 黑衣男子逃跑的时候 正好给南道振看到 南道振看着这一幕有点微冷 也追了上去 黑衣男子跑的方向 就是他走的小巷子 他拖着受伤的脚 慢慢地找着南道振的身影 黑衣男子直接撞上了他 一个重心不稳 黑衣男子摔倒了在地上 他很抱歉地对着黑衣男子说道 你没事吧 话音刚落 看到包里掉出来的是女生的用品 一把抓住包包的绳子 大喊着这个人好像是小偷 黑衣男子一脚把他劈开 又准备逃跑 跑出巷子口 刚好给南道振撞上 南道振一把扣住了 黑衣男子的喉咙 黑衣男子倒在了地上 南道振举起拳头 把黑衣男子揍得两眼冒心花 在旁边站着 得他看到了黑衣男子 掏出刀 准备向南道振砍去 他一把扑过去 挂住了黑衣男子的手 他的声音分散了南道振的注意力 黑衣男子趁着这个时机 一脚踹开了南道振 但是他还抓着黑衣男子的手 黑衣男子恼羞成怒 狠狠地对着他说道 你在多管闲事 我就干掉你 黑衣男子挟持住了他 南道振问黑衣男子 想干什么 黑衣男子很生气地说道 让你滚开没听到吗 你想看着这个女的没命吗 南道振还是一步一步向前 黑衣男子慢慢地往后退 他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现在的情况更危险了 怎么办啊 因为他抓了这个人 所以过去被他改变了 黑衣男子威胁道 你还不走开 这女的会因你而死 他一脸求救地看着南道振 他不想又向那时死去 南道振冷笑地哈了一声说道 动手啊 这个女人是死是活 都和他无关 他听到南道振说出的这些话 身体一激灵 眼泪忍不住地流出来 他深爱着丈夫十年 在无意的情况下 发现他杀人的秘密 当晚他惨死黑衣人的刀下 凶手是南道振吗 他重活回到十年刚和南道振 相遇的地点 他能查出背后凶手是谁吗 他跟踪着南道振来到小镇 想知道他之前的约会 是和谁见面 殊不知危险在等着他 黑衣男子挟持他 让南道振放他走 不然他就会因他而死 南道振冷笑着说 他是死是活与他何干 他听到深爱多年的丈夫 说出这句话 心如死灰 不敢相信这句话 是从他嘴巴说出来的 南道振继续和黑衣男子说 但是你就不一样了 你不至于偷了点东西 身上还背着人命码 这也太不划算了 黑衣男子一把推开了他说 我会这么傻吗 他被推开 南道振紧紧地接住了他 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对不起 黑衣男子赶紧逃跑 边跑边骂旁边刚报警的路人 南道振准备追上去 他想得南道振追上去的话 可能会发生危险 立马说 不要去 我让你不要去 南道振 南道振听到他叫了自己的名字 停顿了下来 他握紧拳头 颤抖着说 求求你 不要追了 南道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过了一会 警察了解完情况并告知他们说 如果有嫌疑人的消息会联系他们的 然后叫他留下名字和联系方式 他心里OS 还好没说是我不让追的 如果把我当成了共犯怎么办 刚刚太着急把他留下来了 我要怎么变瞎话呢 难不成和他说我能看到未来 还是和他说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如果说我暗恋跟踪他 会被警察抓走的吗 他还在想着怎么解释当当的举动 南道振打断了他 那个 白天的事情很抱歉 吓坏你了吧 他心里想 与其说害怕 倒不如说难过 毕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 南道振继续说道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很惊讶 你知道我的名字 不让我问你这些奇怪的问题 南道你认识我吗 他很坦然地说 对 我是认识你 在我的梦里见过你 我做了预知梦 你遇害了 所以才会下意识地叫你不要去追 南道振惊讶地说 你说我 在你的梦里 而且还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所以你怕我遇害才跟踪我的吗 他看着南道振明显是相信了他的话 南道振笑着说 把你的手机给我 他一愣问 为什么 南道振拿了他手机拨通了自己的电话 说如果你还担心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 以后我每一天都会报平安的 他拿回自己的手机陷入沉思 南道振表示要送他回去 他把伞递过去给南道振说 那个 一会儿会下雨的 隔天 南道振发信息约他出来约会 他坐在咖啡店门口 想着是不是给放鸽子了 就连天气都不好 窗外正下着雨 南道振觉得他连今天下雨都知道 心里想 天气预报也没说会下雨啊 天这时下起了雨 还真的下雨了 南道振想 下雨这件事你也是在梦中知道的吗 他走出咖啡馆准备回去 但发现脚腕还打着石膏 没办法跑 他淋着雨准备跑回去 正碰上前来的南道振 南道振抓住了他的手腕说 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他嘴巴说着没事 来了就好 你该领感冒了 手拨弄着南道振的头发 南道振握住了他的手道 恩惠小姐 这样会淋到雨 我可以靠近你一点吗 也许让我穿越到初次遇见你那一刻 是神赐予我最后的慈悲 他惨死在黑衣人的刀下 凶手居然是他最爱的丈夫 当年的受害者全部遇害 重生的他发誓要找到证据 他不相信这一切的发生 会是爱了十年的丈夫 还是坚信着南道振 南道振和神秘人交易者帮他找一个人 他曾说过梦里他遇害了 可笑 应该是正相反才对 他哼着小曲收拾着东西 看见日历上他标注着被害人失踪的日期 他找了私家侦探调查南道振 跟踪了三天 他累得在长椅上睡着了 南道振突然地出现让他惊醒 他开口问道 你是下班了吗 南道振询问他 你想确认我的安全 可以打电话呀 你那个只是梦而已 他急忙表示道 你对于我来说很特别 不因为是梦的原因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笨的方法 拿出一罐汽水 喷了他一脸 他成功地去到了南道振的家里 计划居然是住在南道振家里看着他 他把身上的衣服全洗了 才发现南道振的家没有他的衣服 他借机说晚上可以住在这里吗 这个点没有车回去了 南道振没有办法说 那好吧 他出去睡 如果南道振不在家睡 他现在做的一切没有意义了呀 于是他用美人计把南道振留下来 他手抓住南道振的衣角 准备使用美色勾引他 南道振用手护着胸口 他一个转身把南道振扑到在沙发上 南道振要他起来 他直接沙发东问南道振 你今晚要在这里睡 南道振脸红地看着他 妥协了 南道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一阵脸红 他晚上睡觉看着被害人的信息 思考着怎么能遇到他 他边在看着信息边在吃东西 正想着怎么去做 这时 被害人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转头看着被害人 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他 他一路跟着被害人 来到了小巷子 还在想着是不是他的出现会救到某个人 黑衣人出现了在他的身后 一棍子敲晕了他 他忽然起身 还在南道振的家里 觉得全身酸痛的他 单纯地以为只是一个梦而已 南道振在客厅做着噩梦 他的手触碰到南道振的脸 南道振突然睁开眼睛 反射性地掐住他的脖子 他突然看到了南道振手上的绷带 这不是他抓伤黑衣人痕迹吗 为什么南道振突然有这个伤口 南道凶手真的是他 他为丈夫找出真凶不幸惨遭黑衣人毒手 差点死在无人巷子 幸运的是丈夫及时赶来救下来他 他抚摸南道振的脸庞 差点被掐死 南道振手上怎么有他抓伤黑衣人一样的伤口 凶手南道真的是他 他被掐着感觉快到见到阎王爷的时候 南道振恢复了一点理智 南道振慌忙放开掐着他的手 他拼命大口呼吸着空气 南道振有点慌神 忙向他道歉 他还在为刚当的时候赶到后爬 大声地质问南道振为什么他在这里 你为什么 还没有说完 南道振抢着说 当时有个人打电话给他说你晕倒了 说着还把手机拿过去给他看 他确认着手机 发现和南道振说的一样 继续追问为什么手上会有绷带 南道振赶紧把手背到了后面 赶紧解释道 这只是不小心受点伤 他显然不信这套说辞 直接把南道振的手扯出来看 掌心渗出了血 南道振赌气地扯开绷带并说道 是摔倒的时候手压在了玻璃上 所以才划破了 他相信南道振说的话 但以前南道振没受过这样的伤 过去怎么改变了呢 南道振看着血字粘到了他的脖子上 抬手轻轻帮他擦拭 解释道 他不舒服的时候身体会比较敏感 他抓了南道振的手说 没关系 给他靠一下就好了 南道振和神秘人出现在了小巷子 怀里正是他 很显然南道振和黑衣人搏斗 叫神秘人装一下目击者 给他的手机打个电话 并表示与其说是黑衣人干的 还不如说是被抢劫了来得更安全 南道振不想他参与进来 黑衣人在网吧拿着他的证件 邪笑说道 我可不能自己死 南道振每晚都会做着反复的梦 梦里的他走进黑暗的地下室 看到一个男人在怒骂说 你应该藏得严实点才对啊 出来干什么 你能做什么呀 而给刀架住脖子的女人叫他快跑 他躲在草丛里 身后的房子正被熊熊大火吞噬 南道振紧紧抓着床单 他则担心伤口又要裂开了 他轻轻抓住南道振受伤的手 安抚着南道振 原来小时候治愈南道振的小孩居然是他 他显然不记得这一件事情了 次日清晨 南道振看着旁边熟睡的他给阳光照射到脸 手伸过去帮他遮住阳光 他轻蹭着南道振的肩膀 南道振深情地看着熟睡中的他 能改变南道振的就只有他了吧 他相信时间如果能重来 不仅能逃过黑衣人的伤害 还能改变案件的发生 当晚看到丈夫杀害人的视频 惨遭黑衣人毒手 他一直以为深爱多年的丈夫是凶手 这天他约了一个大叔出来见面 原来是私家侦探 大叔问他 为什么要跟踪这个男人 他表示没有告诉他的义务 这个大叔非常拽地说 你个大学生花大价钱找我 不可能没理由 他以为大叔是担心他出不起调查的钱说 放心 我很有钱的 大叔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傻傻呆呆的 怕他给骗 还是接下了他的活 时隔多年再次体验校园生活 感觉非常趣 他下课之后拨通南道振的电话 殊不知黑衣人在身后跟踪 觉得些许不对劲的他 身后一看 黑衣人赶紧贴过脸 他和南道振通电话说着 等一下约见面的事情 黑衣人步步都紧跟着他 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回头一看这个人怎么一直跟着他 黑衣人露出熟悉的笑容 是他 他非常的震惊 这个男的怎么一直尾随着他走 他赶紧叫南道振 现在能不能立马到公园附近 有人跟踪他 他吓得颤颤微微搅拌了一下摔倒在地 忽然感觉有人已经走到他身后了 南道振开口问道你没事吧 他害怕得快要哭了出来 救世主终于到了 南道振关心地问起他脚踝没有扭到吧 把他扶了起来 为了安全起见 南道振就是这里吗 他表示可能马上搬走了 他想起和闺蜜聚会的时候 表示自己要搬去那个公寓 闺蜜们都要他小心 上次就是独居的女生失踪了 他和南道振说他有点害怕 南道振这时表示刚好东西带队 口袋里掏出了防狼喷雾 顺便还把他一落项链也一并给了 他在想南道振是因为这个才约他见面的吗 这时南道振说他可以进去休息了 他有点不舍得南道振就这样回去了 问你可以带我家一回吗 我今晚是第一次住 刚刚有人跟踪 他有点害怕 南道振这时耍起了流氓 手抚摸上他的脸说 难道你就不怕我吗 还是你根本没把我当男人